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罗里达的Keys这个地方它会登陆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这里提醒我们的朋友们 虽然对我们德州对我们Houston来讲影响并不那么大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朋友们还是要注意 因为在这一个影响之下 外围环流对我们的天气方面就会带来的就是下大雨了 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一方面能够小心谨慎 能够特别的注意 好 下边我们就回到我们的新闻里边 我们第一个先看到的就是在过去 这个国庆已经过了 应该来讲这个周末礼拜天是独立纪念日 全美国各地都有各种的纪念活动 那么当然放烟火是少不掉的 而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报道当中 在修克兰地区福本地区的一名女子 因为跑到了停车场 自个儿放弃烟火来 结果烟火烧到了自己脸上 变成了重伤 而目前呢 我们也在这里看到呢 在芝加哥方面 也在国庆日的周末 而传出的是枪支暴力 那么传到了88个人遭枪击 而这样子的枪击方面 有14个人不幸因此丧命 所以我们希望朋友们在这一方面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请您要特别的小心 因为每一次在这种庆典的时候 我们都会看到 都会接到相关的这样子的意外报告 希望大家都能够谨慎 好接着在新闻方面 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呢 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的资讯科技公司 这是KC的执行长 在昨天就说 以他们公司为核心的一场 网路勒索软体攻击行动 波及全球大约800到1500家的企业 他说很难评估 在2号的攻击确切的影响 受波及的主要都是 它的客户的客户 不是直接客户 而是客户的客户 而这一家位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总部的公司呢 也是一家向IT外包业者提供软体工具的公司 部分企业规模过小 或者不过五大 他没有自己的科技部门 就会把相关后台工作交给IT外包业者来处理 而这一次呢 这家科技公司遭到勒索软体攻击 五大洲有1500家企业 都是驰鱼之殃 也快倒霉了 好 接着我们在新闻方面呢 继续的看到 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的这是华盛顿邮报的社论说 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在中共的百年党庆上 他表示要坚决的粉碎台独的图谋 这个与中国在近来对台湾军事行动的呼应 也担忧在中国对于他的邻国 以及民主世界和人类自由威胁方面与日举增 华盛顿邮报在社论解读了 在总书记习近平的谈话后表示 这些担忧使得华府鹰派正在鼓励 和中国进行不必要与危险新冷战的人 要花点时间来读一读 在习近平的相关的一些论著 另外呢 华尔街日报也在昨天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 中国的网络叫车巨头滴滴出行 第一次到美国首次公开募股的前几周 中国的网安主管机关 曾经建议滴滴要延后上市 敦促滴滴审查自身的网络安全 目前并不清楚滴滴是否已经展开了审查 但是一名与滴滴出行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则说 滴滴现在面临股东的庞大压力下 最后是决定进行上市 不过在他的这个 这个不理中国政府的警告 自行上市之后 现在在中国也面临的是被审查 以及处罚的这样子的处境了 而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也披露 包括了脸书 Google以及推特这一些美国的科技业的巨拨 他们都私下发函 提醒了香港政府 如果当局按计划来进行资料保护法的修订 那么这一些科技业的巨拨 可能会停止在香港提供服务 报道中说 这项修法可能会让科技公司因为网路上的恶意分享个人的资讯 负有法律方面的责任 好 其他方面的美国新闻也看到 尽管美国正在致力和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洛的政府恢复协商 但是美国总统拜登 昨天在一封的信函当中 他重申美国方面支持委内瑞拉反对派的领袖瓜伊多 这封信拜登是为了庆祝委内瑞拉 1811年7月5号的独立纪念日而发的 透过了在邻国哥伦比亚的这一个办公室来送达 办公室的官员则表示 信中拜登对瓜伊多说 这就是重申了对他的一个支持 另外呢 在美军上个礼拜是悄悄地撤离阿富汗格兰空军基地 守卫基地的阿富汗部队则说 事先并没有接获美军要撤离的相关通知 在现在不仅要接管美国方面所留下的数千名塔利班的囚犯 而势必也会面临来自敌方的攻击 所以对于美军在阿富汗巴格兰基地的撤离 美军的行动是悄悄行动 而且既不通知也不交接 其他方面的报道 我们先看一下贝佐斯 这是电商龙头亚马逊的创办人 现年57岁的贝佐斯 15号就要交棒执行长的职务了 他表示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进军太空业务 在电商龙头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的 这一个交棒执行长的职务 有学者则认为贝佐斯选择了一位贝佐斯2.0来交办 但是阿姆森面对的挑战会让新的领导者不能够只是另外一个贝佐斯 根据报道 在受到贝佐斯信任的是53岁的新任执行长贾西 他也是阿姆森文化的守护者 在97年加入了阿姆森 他职业最初的18个月都是追随贝佐斯 担任类似员工总主管的角色 而同事们则说 贾西跟57岁的贝佐斯一样 非常重视细节 拥有敏锐的商业头脑 在现在专精科技业研究的华盛顿大学的历史学家 则认为选择在贝佐斯2.0的贾西来接任他的职位 不过除了保留贝佐斯时代的遗风 新的执行长贾西眼前的工作 还得要小心地安抚阿姆森的批评者 同时也不要失掉了阿姆森迅速崛起的原本特色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在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健 而我们在接下来将和您同关心 来自国际方面的报道 和我一块关心 在国际新闻方面 我们首先看到 这是关于热带风暴 就是ELSA往北移到美国佛罗里达州了 而在现在古巴则也担心受到ELSA的波及 已经紧急地疏散了大约有10万名的居民 要躲开ELSA的侵袭 另外接着看柏林的报道 德国的媒体在今天引述德国外交部长马斯 指出一旦每位德国民众都获得接种疫苗的机会 德国就应该可以解除剩余所有疫情相关的社交和经济方面的限制 而且说时间点应该就在下个月 所以下个月德国有望解除所有的防疫限制 而德国松绑了它的旅行限制 那么英国印度等五个国家的旅客就可以入境了 德国的卫生部是在昨天说要解除针对包括英国印度 尼泊尔 俄罗斯和葡萄牙五个多数旅客的入境禁令 这些国家都遭到COVID-Delta变异株的侵袭 另外德国总理梅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宏 昨天他们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视频会议 两个人则呼吁中国要开放更多的欧洲班机 进一步的与欧盟合作 同时也重申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切 欧盟的领袖们在近年也大肆的批评过中国的人权记录 不过双方还是在努力的维持彼此的合作 接着看到伦敦的报道 英国首相强生昨天公布了一个计划 预计两个礼拜之内要终结英格兰社会和经济的防疫限制 而这也会是快速实施疫苗计划 能否有助于防护具高度传染类Delta变异株的一个重大的考验 接着焦点转到亚洲方面 先看的这是在日本 东京奥运即将23号就要开幕了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的政府相关人士则透露 韩国政府已经向日本政府表达 总统文在寅有意配合东奥访问日本 并且希望能够和日本首相建议委 进行面对面的会谈 建议委在去年9月上任之后 曾经和文在寅通过电话 韩国在今年6月受邀参加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时 建议委和文在寅仅止于相互问候 并没有举行正式的会谈 另外呢 日本的副首相兼财务大臣 这是麻生太郎在日前表示 中国如果侵犯台湾 美国跟日本要一同防卫台湾 这个言辞出来之后呢 防卫大臣岸信夫则在今天进一步的说明 他说实际上将是发生的个别具体状况 进行判断来持续关注和台湾相关的情势 好接着看新加坡 新加坡在今天说正在和澳洲和马来西亚 以及韩国等多个国家进行双边讨论 要建立相互认证疫苗证书的机制 等待新加坡和其他国家准备好的时候 将为已经接种COVID-19疫苗的旅客 要重启旅游了 而越南则表示呢 在明天将会收到第一批 一共9万剂 Pfizer and BioNTech的疫苗 就会有9800万人口的越南疫苗取得速度呢 在目前看起来是相当的缓慢 目前在全越南一共施打大约390万剂COVID疫苗 群体免疫的这个目标 现在看起来这还是相当的久远 长途漫漫当中 下边看到是莫斯科 莫斯科正在对抗新一波的COVID疾病的病例激增 当局在今天通报新增了737人染疫病故 也创下了在莫斯科单日的新高记录 在俄罗斯确诊病例是全球第五多 目前正在对抗 具有高度传染力的Delta变异病毒株 促使疫情往上升温 接着我们在新闻方面看一下以色列 以色列的媒体说 以色列和韩国政府签署疫苗互换协议 将会在7月底供韩国70万剂 有效期限即将要到期的Pfizer的疫苗 韩国政府也在今天证实 正在和以色列政府商议疫苗的互换 那么即将会有更详细的细节会做出说明 好 其他方面跟国际相关的新闻 也包括这是OPEC Plus 这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和俄罗斯等产油国联盟 上个周末并没有能够达成在产量方面的协议 原本计划昨天要召开化解僵局的会议 现在已经在昨天往后延了 重开的日期现在看不到 这个联盟23个国家一年多前 就因为疫情造成需求的崩盘 减少了产量 不过今年5月以来又逐渐的增加产量了 而化解在产量期间的会议 OPEC Plus原本预定昨天要召开的 只是现在为什么原因 现在不确定整个往后延了 什么时候再重开 现在也看不到了 那么我们也看到阿富汗民兵组织塔利班 趁着驻阿富汗的军队 外国军队撤离大举攻城掠地 组织的发言人在昨天说 计划要向阿富汗政府递出 书面和平协议最快下个月就递交了 这有一点让大家有一点这个惊讶 塔利班的发言人 他说和平会谈与进程的步调 未来几天就会加快 预料会进入重要的阶段 约和平计划的关系是不在话下 好最后我们看到这是新德里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在今天让全世界都知道 他已经致电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祝贺达赖86岁生日快乐 无视来自中国的任何可能的反对 达赖已经流亡印度北部超过60年 而中国当局则视他为危险的分裂主义分子 印度领袖通常那么对于达赖的交往 这个是谨慎的态度 避免公开接触 但是呢这一次印度总理莫迪 则罕见的致电祝贺达赖86岁生日快乐 欢迎我们带给大家国际方面的报道 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 我们要在这和您同关心 来自两岸方面的重要消息 中国的新闻首先看到国家主席习近平 昨天和法国总统马克宏 德国总理梅克尔举行了视讯峰会 期盼中欧扩大共识以及国际议题的合作 法德领袖则表示 期盼中欧投资协议能够尽快地获得批准 另外呢对于日本的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 在昨天说中国如果犯台 美国跟日本要一同防卫台湾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则在今天说这样子的说法 损害了中国跟日本关系政治基础 中国方面提出严正的抗议 另外呢也看到在媒体也表示 有500多名中国理工科研究生 近日申请到美国签证时遭到拒签 中国外交部已经说 向美国方面提出严正交涉 敦促美国方面要重新的审议 有关签证的申请 而刚刚在美国上市的中国网路轿车巨头 滴滴出行 因为遭到中国当局实施网路安全审查 在现在股价在盘前交易重挫 不但跌破14块美元的发行价 跌幅还一度扩大到30% 已经面临了投资人提告的求偿 中国国家网信办2号 以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 维护国家安全为由 对滴滴出行实施网路安全审查 并且停止新用户的注册 4号再把滴滴出行APP下架 要求整改 表示存在严正违法违规 收集使用个人资讯的问题 受到这个冲击 滴滴出行股价是连续的下挫 而中国网信办宣布 对网约车平台滴滴出行展开网路安全审查之后 投资滴滴的风险大增 美国的律师事务所随即也表示 将代表股东发起集体诉讼 向滴滴索赔 中国官方近日对滴滴出行等 四家网路平台公司实施网路安全审查 媒体方面则分析 这是过去4月所发布网路安全审查办法以来 正式展开的第一轮审查行动 没有通过审查的产品 主管部门是可以责令他停用的 那么在现在滴滴出行等四家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遭到审查 那么也看到了中国对于监管数据安全的 这一个强势 在现在中国当局也担忧 美国会取得数据 导致国安危机 未来涉及交通通讯等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 中国企业恐怕更难到美国上市了 好接着看的是疫苗方面 中国呼吸道病学专家 这是钟南山 日前出席上海科技大学毕业典礼时 他说中国的COVID-19疫苗研发进度比较慢 是因为中国防控有效 没有病人 导致三期临床试验 只能够在国外做了 他说中国目前正在研发71款疫苗 9款正在进行临床三期试验 两款获得世卫组织批准 列入了紧急使用清单 而中国疫苗研发慢 主要是因为防疫有效 没有病人 能够继续地做第三期的临床试验 而中国学者孙丽萍也说 COVID-19疫情的前期 中国靠体制获得优势 而后疫情时代 他则表示 中国要保持优势就是挑战 因为后期美国及西方国家 依靠科技取得疫苗快速复苏 疫情中形成的中国领先格局 可能正在发生逆转了 下边看到的 这是和台湾相关的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他在今天表示 中国驻泰国缅甸等国使馆 已经安排数千名海外台人 接受了COVID疫苗的注射 在朱凤莲说 中国三月在海外启动实施协助 包括台胞在内的中国公民 在当地接种新冠疫苗的春苗行动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为止 协助超过170万海外中国公民 在160多个国家接种新冠疫苗 包括了数千名台湾的几个侨胞在内 最后看到香港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今天说 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年之后 香港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风险仍然存在 他说危害国家安全 破坏社会安宁 威胁市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风险 目前在香港仍然存在着 而刚刚升任香港政务司司长的李家超 根据报道 他将会出任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主席 会掌管审查各项选举候选人的资格 来决定他们是否能够入闸参选 报道中说反送中运动之后 在中国当局提出了爱国者治港的方针 为了贯彻这项方针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三月份通过了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 其后就由港方予以立法实施 那么在现在则表示呢 港府日内会公布李家超出任资审会的主席 负责审查并确认行政长官 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 好的 这是带给大家在中国方面的新闻 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下边焦点转到台湾方面 台北的新闻主播接棒为您播报 我们一同关心 德州的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央广主播张旭华 在台湾的消息方面 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 五号在东京一场演讲中表示 中国如果侵犯攻击台湾的话 日本以安全保障相关法规 有可能行使受限的集体自卫权 每日要一同防卫台湾 我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今天指出 外交部乐见并欢迎国际社会及各界友人 持续关注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 台湾为主动亚第一岛链的重要枢纽 在区域稳定和繁荣上扮演关键角色 欧江安说 台湾政府将在既有深厚基础上 与理念相近国家紧密合作 捍卫民主价值及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共同努力维护台海及区域的和平 稳定与繁荣 战略学者苏子云分析 台湾处第一岛链关键位置 如果成破口 不止影响全球战略平衡 日本能源经贸交通线将遭截断 因此日本已经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 国防安全研究员学者王尊雁 日前则依据日本参议院最新报告撰文表示 日本参议院相当关注台湾有事 甚至将台湾领岛事态也纳入响定 并讨论台海战事对日本安全的影响 显示日本最高名义机构对台海的安全情势 已经保持明确的危机意识 继续来关心的是 中央六星疫情指挥中心今天表示 我方采购的62万剂AZ疫苗将于明天抵台 同时日本政府即6月4号提供台湾124万剂AZ疫苗后 再提供113万剂AZ疫苗给我国人使用 预定8号下午就可以运抵桃园国际机场 蔡文总统下午针对防疫工作及疫苗进度发表谈话 总统指出在政府订购及日本提供的疫苗到货之后 台湾取得的疫苗累计已经超过700万剂 以现阶段的施打规划 希望在7月底前让接种率达到防疫上有意义的程度 也就是提升到20%到25% 总统说 以现阶段的施打规划 我们希望在7月底之前 让国人的接种率达到在防疫上有意义的程度 也就是说 从现在的10%增加到20%到25%之间 我要再次拜托大家 有助手 有保护 每一款都可以 施打疫苗的人数越多 台湾离群体免疫的目标就越近 大家才能够回复正常的生活 总统表示 过去这段时间 全球疫苗都有供应不稳的情况 感谢日本美国大力协助 让疫苗接种能够有规模进行 政府接下来会紧定已经订购 但延迟到货的疫苗能够追上进度 陆续送达 同时也在和主要的疫苗厂进行新一年度 及未来的疫苗洽购协商 总统也呼吁大家踊跃接种疫苗 有注射 有保护 施打疫苗人数越多 台湾才能回复正常生活 国内持续大规模接种疫苗 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连同日方上次提供的124万剂疫苗 渴望帮助台湾接种COVID-19疫苗的覆盖率超过一成 预计这批疫苗将于月中启用 并规划给64岁以下长者和第9类第10类人员施打 指挥中心今天公布最新统计 5号新增8万4,591人次接种疫苗 累计全国接种262万8,789人次 AZ累计接种196万3,999人次 莫德纳66万4,790人次 COVID-19疫苗接种人口涵盖率大约10.98% 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今天公布 疫苗施打意愿登记与预约系统 仅先开放金马鹏事办 不过短短三四个小时 却吸引超过83万人上网登记 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强调 不是有意愿登记就一定符合资格 副指挥官陈宗彦指出 目前只有金马鹏地区的第9、第10类对象登记 符合资格者才会收到简讯 告知可以进行预约接种登记 不符合资格者 即使登记成功也不会收到简讯通知 但如果是本岛第9、第10类对象登记成功 虽然目前还不会收到1922简讯 但之后开放本岛第9、第10类人员时 就不用再重新意愿登记 陈宗彦说 今天跟明天开放的是针对金马鹏事办 因为我们不是现户籍地跟居住地 那所以在意愿登记的时候 当然不会去做范围的限制 就会变成全国的民众都有机会去做意愿登记 可是我施打的范围跟地点 就是只有在金马鹏 那符合资格的就会在第二个步骤 接到预约的资格 那现在已经完成预约登记的民众 大家也都不用担心 那这些都会列为 接下来全国开放的时候就会作为使用 陈世中表示规划疫苗施打意愿登记与预约系统平台 是采先意愿登记再启动预约接种 目的是让中央能够先掌握想要 施打疫苗的人的分布情况 将来调配疫苗就会更顺畅 台湾连日来疫情持续降温 今天新增27例本土病例 再创三级警戒以来新低 其中15例是居家隔离期间或期满检验阳性者 等于新增的只有12例 而且大多都已知感染源 另外确诊个案中新增17例死亡 疫情乐观 外界高度关注7月12号之后 三级警戒为解封实际措施 中央六星警察中心指挥官陈世中今天表示 目前疫情在控制之中 在相关行业有预防措施以及有应变能力的情况之下 指挥中心会走向比较开放的路 但最重要是7月12号的整体疫情才能决定 陈世中说 所以刚才讲说如果餐饮要开放内用的时候 那当然我们的一个距离 隔板 非公用餐具等等的 那当然食联 体温 清销 这都是最基本的 一定要做得到 如果不能符合这个 那当然就回去 那这个不是说统一的规定 会对个别的 你没有办法做到这样 那只好是外带 那做得到 那当然就可以 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及早的做相关的一些准备 陈世中也指出 根据原本三级警戒的标准 三级降级必须单周少于三起群聚事件 或是每天少于10名感染源不明的本土个案 加上今天台湾已经连续三天符合条件 但这个指标相对不稳定 国内疫情可能会介于指标中间 因此指挥中心也正根据疫情控制与应变能力 研议新的警戒等级分类 本土疫情降温 7月12号之后餐饮业有望为解封 全国中小企业总会理事长李玉佳 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伯峰 今天文讯都表示乐见其成 全国中小企业总会呼吁政府 赶紧公布对应的防疫指引 让中小企业有所准备 并且希望为解封的管制 维持在基本防疫即可 不要太过严格 以免影响餐饮业生计 李玉佳说 不管是一般的店家也好 球场运动中心 什么风景区 你要去管控我们都不反对 你现在12号到13号开始 爆发性的那个消费又来了 你要怎么去控制 现在不是说全部都已经干干净净了 也不可能清零 所以好的一个制度非常重要 一定要想到一个妥善 两前其美的制度 让老百姓他有一点疏解 变加开始有营收 林波峰则说 三级警戒之下 许多商家活不下去 为解风势迫于情势 但他仍然正面看待 不过他也呼吁 全面接种疫苗最重要 政府要赶快让疫苗进来 尤其当前变种病毒出现 台湾要赶紧取得今年 甚至是明年的疫苗 台湾不是穷国家 不要只靠别人捐赠 继续来关心的是 蔡英文总统今天上午接受海地共和国新任驻台特命全权大使潘恩 成帝到任国书 总统表示 今年4月两国建交满65年 回顾这几年来 台湾和海地在医疗卫生 农业 教育等领域持续密切交流 也展开各项基础建设的合作计划 创造许多成果 过去一年多来 两国也一起面对疫情的挑战 去年台湾和各国合作举办了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第一届全球合作际训练架构研讨会 海地也共同参与 总统也借这个机会再次感谢海地总统摩伊士 在联合国大会为台湾发言 总统说 总统并指出 潘安年轻有为 在工部门和民间企业的资历完整 表现亮眼 这次来台旅行 也代表海地对两国邦誼的重视 他期盼在潘安的协助之下 两国能够持续深化伙伴关系 特别是潘安经验丰富 对公共政策非常手忍 相信在两国各领域的合作上 可以提供许多宝贵的意见 以上就是今天的台湾重点新闻 谢谢收听 打开支持 天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